二战中动物也抗日,上千日军被消灭,活下来的都精神崩溃,日本作为一个侵略的国家二战中,犯下了不小的罪名,许多国家也都对其恨之入骨。 因为他们无数家庭支离破碎,中国的八年抗战打的,也是非常辛苦。 最后,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,终于开始逐渐不知开始出现了败退的迹象。 而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,日本遭受了猛兽的袭击上些名日本士兵被消灭,而侥幸活下来的也都精神崩溃了1945年的2月19日,英国舰队在孟加拉海域截击了一支日本船队,这是一支青年日军的船队,正打算从海上撤回日本,没想到遭遇到了英军的截击。 日军不敌英军一场战斗下来,日军的几艘护航套艇,被击沉剩下了两艘运输船。 在荒不择路的情况下,开到了兰里岛的附近,并且在那里登陆英军乘胜追击。 因为天色渐晚在日军顽强抵抗下,英军舰队,也一时间没有办法将其拿下就这样。 英军将小岛附近的海域封锁,开始,从长记忆经历了一天的战斗。 差点全军覆没,还好登陆了小岛英军。 暂时对他们的威胁不大疲惫的日军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,准备休息好了应付明天的战斗。 殊不知危险,正在一步步靠近兰里岛的风景很美。 而这么美丽的小岛,也是有长期居住的土著。 鳄鱼在这里,上万条鳄鱼在这里繁衍生息。 而这突然出现的一群人吸引了鳄鱼。 因为白天英日双方击战鳄鱼,被吓得藏在水底天黑之后,因为士兵的死伤。 血腥未将大批的鳄鱼,吸引了过来大量的鳄鱼扑向了日本士兵。 日本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,惊呆了惊恐之下,他们连忙用机枪开始扫射。 哀嚎之声不绝于耳,正在军舰里面,商议怎么应对这批日军的英国舰队。 听到了激烈的枪声,他们以为,这可能是与其他部队发生了战斗。 派一艘小艇前去调查之后,前来汇报的侦察兵,各个脸色惊恐报告长官,岛上全是死人还有鳄鱼。 第二天英国军队上岸后发现,整个岛上都是被鳄鱼撕碎的日本士兵,还有上百只被击毙的鳄鱼。 上千日本士兵被鳄鱼当成了典性而幸存下来的二十几名日本士兵,也都被吓得精神崩溃。 确实能够亲眼见证战友被撕碎,吞咽的场景,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住。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人的行径,比起鳄鱼恐怕还有有过知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,有这样的报应也在情侣之中。 最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,在我看来日本到处侵略,就和登陆来离岛是一样的引起重分之后,就会被撕成碎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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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